让这个骗子给骗了 那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互相指责吗 你们有俩儿子呢 还有生活呢 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六年了 他当初对我的承诺 他都没兑现 我对他已经很失望了 如果要是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我就不想再跟他走下去了 又不过了 是吧 那您希望他变成什么样 您就跟他过呢 肯定是当初他承诺我的 他兑现了 从今天开始所有的饭他做 对吧 五岁的孩子从今天开始都是他看 您就跟他过 是不是 对 一个网约车司机干了这个 他怎么干网约车呢 但是他干网约车 他也没挣太多钱呢 他要是挣太多的钱 是不是这件事就可以不用做了 他要是说 他好好开网约车的话 这些东西可以不做 所以啊 你要的不是他的承诺兑现 你嫌这个男人不能挣钱吗 没有达到你的标准 那你说 最起码他得给我一个稳定的房子呀 不是夫妻一起去打拼吗 因为我结婚之前 他有房子 到现在我们也没住进去 还怎么拼呢 没住进去也不是他的事 你是拆迁房是吧 对 回迁房 对啊 那不是没盖好吗 等呗 您在这把岁数都两个儿子的 妈了 您还没弄清楚什么叫生活吗 我能等 孩子能等 现在不是有房子吗 现在我们在租屋房子 而且还是租的是毛屁房 现在租房子是因为你没回迁是吧 对 一直没回迁 那就接着租啊 没这条件啊 你们不努力工作呀 你们互相埋怨呀 那我直接去做买卖 然后他还埋怨我 所以其实说白了就是 您嫌弃他不能挣钱嘛 您就直接说这个问题吧 对 现在想怎么样呢 我太累了 我不想再给他机会了 我听明白了 就是您实际上是不想跟他过了 对吧 对 这个家说白了 有没有他您觉得都一样 是吧 不是 那有啥不一样的呢 毕竟他是男的 这 毕竟他是男的 那世界上除了女人就是男人呢 所以您到底要干嘛呀 想明白了吗 你也仔细琢磨琢磨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能把一个女人 逼到这个墙角上去 他会说我们结婚六年 在结婚之前的一个承诺 他没有兑现 他拿这个来说事 那这六年的日子 是个什么样的日子 你得好好反思反思 一个已经对现在的日子绝望了嘛 一个觉得 我已经够努力了 这个里面就有预期的问题 到底是不是真的努力 还是能力不够 或者运气不好的问题 很复杂 那面对这些风险的时候 夫妻之间要不要共同承担呢 还是所谓的大难来时 要各自飞呢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跟你说 我录他们这段的时候 我就心里特别堵 你知道吗 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 还对生活没有一个 我觉得叫基本常识的认知的时候 你真的就不知道 怎么跟她交流 你是听不下去 他们是过不下去了 听到现在我就始终觉得 这位女士在问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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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щ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谢谢